謝謝 楊宗偉好 你好好久不見了 是 很開心終於可以再看到你了 第一個感覺是我今天怎麼沒有穿高跟鞋呢 真的 宗偉好 那當然在這邊終於再三年後回到了新加坡 相信你很多話想跟我們新加坡的歌迷朋友說一說 對不對 沒錯 這一次過別人這麼久 然後回到新加坡來 對 其實很開心 然後因為我想說講話大聲一點 你們才聽得到 其實大家都非常辛苦 這麼熱的天氣 然後等了很久 然後有些人還特地這個 遠度重陽過來 對 然後非常感謝大家 然後希望你們都健康平安 對 好 當然在這邊特別要說一下 今天除了有新加坡的朋友之外 其實海外的朋友也有過來 我們有香港的朋友 我們有馬來西亞的朋友 少不了台灣的朋友 對 特別呢就是追你追來到新加坡 就是為了支持你 剛剛呢所唱的這首歌曲 最備忘的 哇 這首歌曲呢其實一聽的時候呢 就是有一種不明的感動 對 而且呢我覺得在曲和詞的方面呢 是要特別介紹一下 因為呢是自己的作品 詞的方面呢其實跟李宗盛有合作 對不對 對 然後介紹一下這首歌 其實這首歌算是我 我自己人生創作當中滿重要 而且滿有意義的一首歌這樣子 那其實在歌詞的部分 我也很感謝大哥 他有加一些註解 然後我覺得更賦予這首歌靈魂 對 是 那當然這整張專輯的概念 就叫做原色 是 原色代表著的是什麼呢 其實聽一張專輯它有幾個部分 像是詞啦 曲 編曲 還有就是Vocal的部分 那其實大哥在這幾個部分 都是希望我們可以回歸到 最原始對音樂的感動 然後就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 整個工作團隊都是可以 帶有這個最原始的真誠去 達到這個音樂的這個 讓大家聽到是覺得很感動的 是 那你就在製作這整張專輯的過程中 應該也是有找到一些對音樂新的感覺 可能是很原始 但是那是一種新的感覺有沒有呢 其實我覺得這張專輯很特別 因為它錄製的時間比較長 大概花了一年的時間 然後我覺得地點也不太一樣 我之前是在台灣錄音 這次是在北京錄音 然後我覺得在這一年當中 我覺得呈現出來的感覺 不僅是音樂 我覺得還有一些文學 還有一些生活信仰 我覺得對我來講 是很重要的一張作品 是 那當然這張專輯 在錄製的過程中是非常的辛苦 非常艱辛的 我們稍後再來聊這一個 但是這個時候呢 我們想要繼續聽你唱歌對不對 對 我們想要聽這一首歌曲 一聽的時候呢 就會發現說 這是楊宗偉的聲音 但是這歌 好不一樣的一首風格 對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種 詮釋方式呢 或者是這樣子的一種曲風呢 其實這首歌算是大哥已經做了 但是血藏了滿久的一首歌這樣子 然後再找一個就是 最適合的一個人去詮釋 對 那剛好就找到我 對 哇 就特別留給他唱的你知道嗎 哇 你們猜得到是哪一首歌嗎 懷主 你想不想聽 想 這個時候我把時間交給你 也不歡迎楊宗偉帶來一首懷主 懷主